第十七课 他们可以为子女付出一切 课文一 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情况 中国的儿童大都是老人在照顾 这和我们国家完全不一样 在中国 大多数夫妻两个人都有工作 只好请孩子的爷爷奶奶 来帮助照顾孩子 这些老人工作了几十年 本来可以享受一下生活 现在却要把全部的时间 用在照顾孙子孙女上 是啊 尤其是那些外地的老人 他们放弃了自己的生活 来到一个不熟悉的地方 是很不容易的 照顾孩子是年轻父母的责任 老人们应该拒绝儿女的要求 你太不了解中国的父母了 对他们来说 子女的需要永远是最重要的 为了儿女 他们什么都愿意做 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情况 中国的儿童大都是老人在照顾 这和我们国家完全不一样 在中国 大多数夫妻两个人都有工作 只好请孩子的爷爷奶奶 来帮助照顾孩子 这些老人工作了几十年 本来可以享受一下生活 现在却要把全部的时间 用在照顾孙子孙女上 是啊 尤其是那些外地的老人 他们放弃了自己的生活 来到一个不熟悉的地方 是很不容易的 照顾孩子是年轻父母的责任 老人们应该拒绝儿女的要求 你太不了解中国的父母了 对他们来说 子女的需要永远是最重要的 为了儿女 他们什么都愿意做 课文一 挺 表示程度高 常和得一起用 挺得 挺加形容词加得 离开父母去国外学习 挺不容易的 今天天气挺好的 A 你最近怎么样 B 我挺好的 完全 副词 全部的意思 完全加形容词或动词 你回答的完全正确 我完全听不懂汉语 只好 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 不得不 只好加动词 家里没有菜了 我们只好出去吃饭 本来 本来 副词 原来 原先 现在的情况已经变化了 这里本来是一个小村子 现在是一个大城市 我本来想去公园 可是下雨了 享受 享受 通过做一些事情 使自己在物质和精神上得到满足 享受生活 享受美食 享受时光 在我看来 不用花很多钱 也能好好享受生活 却 可以和但是 可是 一起用 表示转折 前后文描述的情况不一致 有对比 他会说汉语 却不会写汉字 我本来想学历史 后来却学了数学 全部 长河都一起用 所有 整个 今天的作业 我全部都写完了 尤其 尤其是副词 意思是特别 小王喜欢运动 尤其是游泳 我喜欢吃水果 尤其是苹果 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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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丢掉 不坚持 他放弃了大城市的生活 来到农村当老师 一定要坚持 不要放弃 不管多难 都不能放弃 熟悉 熟悉 反义词 陌生 熟悉是指了解得清楚 清楚地知道 对 很熟悉 对 不熟悉 明天 他就要离开 熟悉的家乡 和亲人朋友了 我在北京 生活了十年了 对这儿的生活 很熟悉 拒绝 反义词 同意 不答应 不同意 有时候 我们需要学会 拒绝别人 我想请他吃饭 没想到 他拒绝了 在北京 一定项理 不是 不一样 我会 我会 是 你 你 我会 是 我们 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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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在中国 大多数夫妻两个人都有工作 只好请孩子的爷爷奶奶来帮助照顾孩子 是啊 尤其是那些外地的老人 他们放弃了自己的生活 来到一个不熟悉的地方是很不容易的 你太不了解中国的父母了 对他们来说 子女的需要永远是最重要的 为了儿女 他们什么都愿意做 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情况 中国的儿童大都是老人在照顾 这和我们国家完全不一样 这些老人工作了几十年 本来可以享受一下生活 现在却要把全部的时间 用在照顾孙子孙女上 照顾孩子是年轻父母的责任 老人们应该拒绝儿女的要求 等一会儿 在中国,有老人照顾第三代,这是一个普遍情况。 老人们不工作了,离开自己生活多年的家,来到儿女生活的城市,帮助儿女们带孙子孙女。 他们生活在一个新的城市,要慢慢适应和熟悉,挺不容易的。 为了孩子,老人们付出了一切。